江汉 唐 杜甫 江汉思归刻 乾坤 亦甫如 片云天共远 永夜 月同孤 落日心犹状 秋风 病玉苏 古来存老马 不必 取长途 杜甫一生处于大唐游圣转衰的时段 诗歌多反映当时现实 且风格多样 语言恋达 被后人尊为诗史 或诗圣 他存诗的诗有1400多首 我们专门开个杜甫诗的栏目 估计得讲一两年 这首诗是杜甫57岁时所作 大力三年 768年 正月 杜甫离开奎州 辗转于湖北江陵 公安等地 此时的杜甫历经磨难 北规已经无望 且生活日益困窘 长期漂泊无定的状况 让杜甫感慨万千 于是写下了这首江汉 江汉 该诗在湖北江陵 公安一带所写 因这里处在长江和汗水之间 所以诗称江汉 辅如 辅如 指与辅而不知变通的读书人 这里是诗人的字迁 落日 比喻自己垂垂老矣 病欲苏 指病快要好了 苏 复苏 这里指身体康复 存 流氧 老马 杜甫以老马字笔 说自己身体不行 但智力可用的意思 诗歌大义是 我漂泊在江汉一带 思念故土却不能归 在茫茫天地之间 我只是一个迂腐的老儒 看着远幅天边的片云和孤悬暗夜的明月 我仿佛与云共远 与月同孤 我虽以年老体衰 时日无多 但一展暴富的雄心壮志依然存在 面对萨萨秋风 我觉得病情渐有好转 自古以来养老马是因为其之可用 而不是为了取其体力 因此 我虽年老多病 但还是能有所作为的 下期我们一起欣赏 唐代诗人白居易 放言无首的第五首 一首停有哲理的诗 比赛没有数字 感谢观看